本来看到是在台北县巴里 有一间烧烤店 发生了宾示车冲撞的事件 一名男子他因为酒后 跟隔壁桌的客人起的争执 不但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男子后来还开着宾示车 直接的冲撞烧烤店 在现场将近有20座的客人 就像是保龄球一样 通通被撞倒在地 而甚至还有无辜的客人遭到拖刑 总共10个人受伤送疑 餐具玻璃酒瓶通通碎裂散落一地 哪个扫把赶紧清理现场 烧烤店的员工们依旧是心有余悸 晚间9点多 一名40多岁的男子 到这间位在台北县巴里的烧烤店用餐 因为酒后和隔壁桌的客人 起口角争执 不但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男子甚至还开着自己的冰室车 直接冲撞烧烤店 造成10名客人当场受伤送疑 客人跟客人之间喝了点酒 然后可能发生一些口角 那两方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 其他人就去劝驾这样 后来其中有一个 可能就是目前那个嫌犯 那他离开 那离开之后呢 大家以为是说他要离开了 那后来他是直接开了车 就直接一路撞进来 这样子直接一路撞到底 所以这边反而有栅栏是不是 对对对 肇事男子的冰室车 车头毁损满目窗疑 而现场将近20桌客人 就像是保龄球一样 统统都被撞倒在地 甚至还有无辜客人遭到恶意脱行 就是他冲进来之前有 就是跟那一座已经有开始打架了 对然后之后他们走之后过数分钟 他就冲进来了 对都没有任何情况 只是说看到有的人 然后就从后面就听到 就冲撞的声音 才刚刚在医院包袋完伤口 还在流血就立刻赶到警局做笔录 无辜受牵连的客人真的是很无奈 而酒后故意开车撞人的男子 也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这件许少饼林西线 SN小组台北采访播的